杰内特,关于你提到的披露利益冲突,我有个问题。 如果我们还是继续想合作,那应该怎么办呢? 对呀,如果你和你的同事找到了买方,这个利益冲突是怎样的呢? 因为我们经纪人事务所同时服务买卖双方,所以会产生利益冲突。 让我给你们解释,作为卖方,你想卖最高价位和对你最有利的条件, 而作为买方,想要买最低的价位和对他们最有利的条款。 对呀,我们怎么样处理呢? 我们有几种方法去处理这种冲突,并继续为你们买卖双方服务。 我们的合作关系只会因每次个别的交易而暂时改变。 如果交易不成功,我们还是在原来的协议基础上继续进行。 我们的合作关系如何改变,决定于你和我。 当这些事情发生时,你对我的要求,这些都要做书面记录。 你可以有三个选择,我们将讨论的第一个选择叫做交易经济,我将变成交易协调人。 我和我们经纪人事务所的角色是协助您和潜在的买方达成买卖协议。 你还需要为我们保密的吧? 那当然,比如你肯定不愿意我告诉你,你卖房的动机,或者可以接受的价位,以及你个人信息。 然而我必须披露你告诉我的房子的一些潜在的材料缺陷。 如果我们的合作关系改变了,你还为我们服务吗? 在你们和买方的谈判过程中,我们经纪人事务所和我本人将完全保持中立。 这种买卖,双方都不能占对方的便宜。 我们必须对双方公平、客观、公正。 我的角色就是协助交易,协助你们和买方达成协议。 现实中,这能做到吗? 根据我的经验能做到,客户需要决定在每次要价交易中,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。 例如,作为卖方需要决定什么价位你接受,哪天交楼你满意,或者哪些买方的条款你可以接受。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为你提供所需要的相关信息,以帮助你做出有根据的决定。 本质上说,我不能再主张你做任何决定,但是我会提供相关帮助。 这就是有根据决定的由来。 我可以提供相关的事实,但是你们自己做决定。 然而我不能透露任何对方的个人信息,他们的动机和他们心中的价位。 所以这完全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定。 对,无论是哪种合作关系,你们都需要自己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。 没有人应该为你们做决定。 我们还是可以拿到需要的信息,对吗? 对,我可以为你们做决定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和工具。 当有人出价时,我们怎么样知道当时的市场行情呢? 根据我提供的对比性市场评估,我们已经了解你们房子在目前市场的价值。 最终,你们的成交价还是取决于买方愿意给出的和你们愿意接受的价格。 当有人出价时,我会根据最新的市场销售统计数据,这样你就可以根据最新的行情来做决定。 在交易代理关系下,买方也会获得同样的统计数据。 另外,你还有我上次提供的卖方信息和从RECO website网站下载的指南。 如果我们不想要这种交易经济关系,我们可以有哪些选择呢? 双方同意除外,如果并非双方都同意这种交易经济关系,则先建立代理关系的一方将还是我们的客户。 这是签订书面服务协议的又一好处,这个客户将享受全权代表服务。 你们还有另外两个选择,你可以选择仅作为客户,称为客户状态。 对这次特定的交易而言,经济人事务所不代表你进行交易。 然而,经济人事务所可以提供下列客户服务,房地产市场统计数据,标准化房地产交易表格, 首报价,再报价,并通知交易进展。 另外,这个选择是临时的。 如果这次交易不成功,根据最初的协议,客户还是回到完全的代理关系。 如果我们不喜欢这种顾客状态,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? 第三个选择是,为了避免利益冲突,寻找另一家经济人事务所。 请他们作为这次交易的你们唯一的代理,他们将提供全权代表服务,但只限这次交易。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签订协议,这会不会违反协议呢? 不会,书面服务协议附有包括这三个选择的条款,这是书面服务协议的又一好处。 所有这些选择都是针对这次特定的交易。 如果这次交易不成功,我们将恢复唯一的代理关系,将仅代表你,我们的客户进行交易。 我们继续推销你的房子,找到买主,同时一起找你们的新房子。 行,这可行。 我们知道在房地产生意上很难避免利益冲突,需要有清晰透明的方法去处理冲突,但是认识到客户必须自己做出有根据的决定很重要。 解决这类冲突最常见的方法是签订交易经济协议。 交易经济协议明确概述了房地产协会成员的角色,它为买卖双方建立了公平、客观、公正的交易平台。 对交易经济协议,客户必须提供书面的同意书,这是过去的买卖方协议的修正。 对双方同意除外,如果一方不同意交易经济协议,有另外两个选择。 客户可以根据选择客户状态,或者寻找另一家经纪人事务所代理完成这次交易,客户必须在适时的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。 这就是为什么阿尔伯特省房地产协会建议使用书面服务协议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,它明确了经济人一方和客户一方的权利、义务。 太好了,我们签署了代理关系指南,我们来看一下卖方的服务协议。 哦,我想在我的文件里,是这个吗? 排他的卖方经济协议。 对,就是它。 你可能已经听到过它,也被称为上市协议。 我想我们也应该浏览一下双方的义务,都列在这儿了。 在我们讨论过的职责之外,经济人方对于你作为卖方还有其他的义务。 这包括尽我们全力为你们寻找买方,帮助你们还价,通知你们还价进展情况和任何随后的交易情况。 书面服务协议也规定了卖方的义务。